淳于总 小野他 这衣钩我感觉 我差不多给你洗干净了 你看 我不要了 怎么了 小野 那贾哲 上我一坨鸟屎掉到手上 他摔手就往我衣服上抹 那是我的衣服 就这素质还艺人呢 凭什么 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贾哲 那个二线小鲜肉啊 他现在是东海一哥 一哥他大爷 老子他妈不伺候了 老子上网黑死他 你别跟小孩似的 别生气了 你能不能 别替他说话了 你放点了 就像个人平安 也感觉 别生气了 你能不能 放下了 你来吧 你来吧 行了 行了 他毕竟是公司合作的艺人嘛 你以后看着他 你躲着脸就行了 别跟他叫叫了 我忍得还少躲得还少吗 老子不干了行不行 老子就受不了这种窝囊气 你 诚意说 我走 刚刚冲到吴来 就是因为这事啊 甲舟刚到公司一上午 所有人都对他好像不太满意 然后小野是第一个发作的 坏了 那个甲舟他们团队 跟林姐那边开会 结果两方打起来了 打 打得好 打什么好啊 快点跟我一块劝架去吧 不用劝 东海的人打不过的现场走 他那姓甲的资料给我 吉 吉秀吉总说 甲舟的数据 属于硬捧炒作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粉丝人员 属于伪热度 叫凯恩来 你 你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不发脾气 反而更吓人 对 对 对